这一刻郭德纲心里应该是内疚的 儿子郭契林的自嘲 老郭坐在一旁的表情非常微妙 或许这时才明白 当时让郭契林辍学一事 永远是儿子心中过不去的看 如果不是节目 老郭根本不知道郭契林学习这么好 然而更令人讽刺的是 师父一圈却知道郭契林的成绩 因为这孩子学习特别特别好 在全年级全学校都是排前几位 郭契林也表示过 父亲从来不会关心自己的学业 也没开过家长会 父亲过去参加家长会吗 怎么可能呢 从来没去过 我爸我妈一直对我在学校的表现 我不关心 我议案当中我长这么大 她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可以说郭契林这一路走来 多亏有师父于谦的照顾 当大林去娱乐圈闯荡时 还是于谦拉了很多资源 大家也能肉眼看出 大林和师父在一起是更轻松自在 可自己亲生父亲老郭在一起满是狙击 仿佛更像是在完成任务 从小就和老爸不亲 长大了再怎么弥补也不算数了 父亲里连九年教育业务都没有完成 就来德约社打工了 当时老郭是打着继承的旗号 让儿子去学相声 可后来结果怎么着 在德约社发达光阳后 却让这个继承人成了空谈 虽然郭契林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也算是个成功人士 但学历低一直是他内心的痛 有时也会有人拿这件事来调侃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也许郭契林更愿意读完书之后再入号 这次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联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